哈喽大家晚上好啊 我是魏腾的大白 上期黑雪姬发现自称社团的人 在无限中立世界搞事 出手收拾这人后 他拿到了能够驯服神兽的强化外装 与此同时 真二和春雪的战斗也迫在眉睫 而前来和春雪碰头的人 除了拓舞外还有千百合 千百合告诉俩人是真二让他来的 说是让他跟俩人一起潜入游戏 然后悄悄给真二治疗 千百合知道这个时候 俩人都不会相信他了 但就算俩人拒绝了他 他也会跟着俩人到战场上去 春雪不明白千百合在执着什么 他不是不支持真二的计划吗 拓舞却答应了春雪愣住 不过解释 半年前他攻击了黑雪姬 最后春雪开导并原谅了他 如今拓舞也相信千百合不会害他们 千百合垂头道谢 春雪同意了一起潜入的计划 接下来 三人一直在拖延挑选战斗时间 直到九点的时候 才确定前往学校会面 春雪选好地点 决定一分钟后进入潜行 他知道自己这次行动再度 但为了守护黑雪姬 为了让自己变得有用 他已经活出去了 一分钟后 三人进入加速世界 校内并没有出现真二的身影 他们估计对方晚了半分钟 正当三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真二张开是绑飞了过来 他得意地看向两人 从背包中掏出了生死决斗卡 透过看过这卡的使用方法 对战玩家将所有点数储存进去 只有一方死亡后 比赛才算结束 而失败的一方 因为点数完全清空 会被提出加速世界 永久移除 超频连线者的资格 三人毫不犹豫地将点数输入 春雪提前体验了 九级生死战的规则 明白了黑雪机 一直以来顶着的压力 比赛开始 春雪率先冲向真二 以免的岩砖突然飞出 将春雪框在中间 他本以为是陷阱 可这里是月光地图 根本不可能有陷阱存在 也就是说 真二有队友 春雪抬头 只见屋檐上站着的玩家 突然使用技能 他两侧的岩砖瞬间加重 死死顶住手臂 让他毫无反抗的机会 真二嘲笑两人不长记性 不觉得不可能 除非这家伙在这里等了很久 不然怎么会提前埋伏进来 真二冷笑 他这个帮手和他一样 出自同一个社团 对方在脑内植入芯片 能够随意调整时间观念 虽然从八点就开始在这里等 但这家伙拥有 加速世界中唯一的减速功能 只要开启这个功能 加速世界内的速度 和他在现实的速度 就能够完全同步 帮手从传送阵落地 吐槽真二话太多 每次都把底牌暴露出去 真二不以为然 他就喜欢暴露实力 但对手恐惧的样子 觉得十分高兴 他用帮手控制春雪30秒 自己去解决拓舞 春雪刚要喊出 技能打断这一招 却发现自己的嗓子 发不出声音 帮手这才表示 自己拿钱办事 这一招不但能够 封印春雪的行动 同时也能锁住他的声音 不让他开口 拓舞和真二对上 大喊一声 藏人剑 散发着寒光的武器 直指真二 原来他也学成了新一技 春雪将希望寄托于拓舞 两相一对手 单能剑刀 真二这耍小把戏的家伙 根本不是拓舞的对手 可真二却知道 拓舞内心害怕什么 拓舞没想到 他居然会知道这些 不过好在 他修行的时候 已经克服了这个阴影 拓舞牛闪躲鼓攻击 凝神一刀斩下 砍断了真二的手臂 真二趁机使用魔王征收令 这可惜 这一回他并没有成功掠夺 因为魔王征收令 这技能是有上限的 拓舞撕开了真二的真面目 他费尽心思 夺取别人的技能 是因为他本身一无所有 所以 任何东西都想从别人手中抢夺 属于老NTR爱好者 却忘了抢来的东西 不是真的属于他 真二一听冷笑 否认自己一无所有 说真正一无所有的是 他的哥哥 也是他的指导者 那家伙抢走了他的一切 包括一起长大的青梅 就连拉他进入加速世界 也是为了掠夺分数 好了 你们家这NTR爱好 居然还能遗传 真二忍无可忍 终于在沉默中爆发 进化成了精神变态 打败了自己的亲哥哥 不但如此 还不停手势 哥哥一上线 就会被他杀 最后 活生生被杀得 失去加速世界 一想到这里 正儿兴奋的难以自治 见拓舞被震住 他四肢抓过千百合 活生生拽断了他一只手臂 无限中立空间 又两倍的疼痛 千百合惨叫一声 又被他刺穿了腰斧 拓舞本就在意千百合 此时被威胁 根本无法下手 正二将他收了武器 冲上去给了拓舞一拳 触手刺穿腹骨 他大声嘲笑 三人所谓的信念 并说拓舞真的信任千百合 就该连着他和自己一起砍了 春雪却知道 拓舞有多喜欢千百合 但他根本动不了 眼睁睁地看着正二 砍断了好友的双臂 拓舞雪条掉到了 十分危险的地步 绝望中 春雪进入了零化现象 无法操控角色 却直面了自己的内心 他挣扎地告诉自己 不要放弃 想想还在等自己的学姐 春雪以碎掉铠甲的代价 从零化中挣脱 冲出了严版的阻碍 挥舞的新一技冲向正二 虽然攻击被抵挡住了 但春雪也挡住了正二 对拓舞下的死守 帮手很吃惊 没想到春雪 在他的压制下还能逃出来 正二不以为然 回头准备送走拓舞 可他的攻击还没落下 就被一刀砍断了触手 春雪抬头 骑在黑色梦眼身上的人 可不就是去毕业旅行的黑王吗 正二瞬间傻眼 质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黑雪姬收起抢化外装的卡片 落地后告诉正二 年轻了吧 无限中立空间对战 和正常空间对战不同 这里的空间 和他旅行点是共通的 所以 黑雪姬利用绳索 驯服了梦眼 不眠不休地跑了15个小时 成功抵达了这个地点 在现实世界中 经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正二没想到会有人这么做 黑雪姬却没搭理他 而是转头看向旁边的帮手 质问此人究竟是谁 帮手自称 加速研究社的副社长 陪至台前 黑雪姬质问他认识小黄吗 台前感慨 黑王手上的绳索 果然是那家伙的 这样一来 在冲绳搞事的社团身份也知道的 台前一个偷袭 用黑色眼板框住黑雪姬 然而物理束缚 对黑雪姬毫无用处 他刀光一闪 就切断了盐铁 黑雪姬一键贯穿了黑色眼板 让春雪去亲手了结他自己的对手 正儿嘲笑他们 在玩朋友国家家 春雪且听出 他对友情的羡慕了 他坦白地告诉正儿 如果一开始 正儿友好的和他们打招呼 少动一些歪脑筋 他想拥有的友情就到手了 但现在的春雪 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他们之间的仇恨 已经难以消除 正儿张开翅膀想拉距离 春雪由跳望者借出的推进器 他紧追对方 飞上天空 两人追上武器 推进器不如翅膀好用 刚一交手 春雪就开始往下坠落 当他准备蓄能复飞的时候 正儿发起了反攻 春雪拽住他的手臂 正儿只好自断一臂后退 春雪便有了蓄能的机会 他再次发动新一击 眼看着刀刃要刺破 真儿的攻击了 推进器却追不上去了 这时有跳望者和黑雪姬处理 春雪的新一技发挥了最大功效 延长并贯穿了真儿的身体 眼看胜券在握 千百合却突然发动技能 成功治愈了真儿 还没等着家伙嚣张起来 春雪就看见真儿的翅膀瞬间崩裂 他立刻从空中摔了下去 而春雪则久违地感受到了翅膀的存在 有翅膀和推进器双倍加持 春雪以极快的速度攻击真儿从天而降 瞬间就将真儿的钢满的血条达到极限 真儿碎成两段 满脑子都是为啥 为啥翅膀说没就没 千百合这才开口说出真相 因为他的技能从来就不是质疑 自从上次被威胁给真儿治疗后 千百合就发现 连武器都能恢复的技能不科学 他怀疑这个技能是时光倒流 于是忍辱负重打双排 真是为了快点升级 增加回溯的时长 帮助春雪躲回翅膀 现在真儿终于让他找到了机会 他从头到尾就不是真儿的同伴 真儿绷不住了 说不起让让着不玩了 说回到现实世界后 就要把三人的资料抖出去 他让台前带自己离开 和台前整合黑雪姬对着 一扑萨过江自身难保 真儿威胁要公布加速研究社的事情 台前不以为意告诉真儿 只要他被打败了 脑子里的芯片检测到加速世界消失 就会自动溶解在脑叶中 说吧 台前掉头就跑 黑雪姬没能补偿刀 春雪上前两步 真儿下的满地乱爬 开始疯狂求饶 愿意交出积分 只求三人将加速世界留下 春雪却知道回不去了 他具象化新一技 一刀将其一分为二 悲鸣声中 小兔崽子终于下线了 黑雪姬拍了拍春雪的肩膀 画家两人干得不错 并告诉几人 其实是千百合通知了他 原来千百合担心两人太鲁莽 所以在战斗开始前 将事情经过全部发给了黑雪姬 事实证明他想的确实不错 解决了真儿这个大麻烦 托吾和春雪 对着黑雪姬和千百合连终道歉 千百合表示放心不下两人 于是决定加入黑暗星云 黑雪姬自然是欢迎的 剩下的事情 他准备留到返回东京再谈 虽然退出超频连线 春雪很感慨 没想到千百合能有这样的计划 并且在仅有的一次机会上下了赌注 简直不像是他会有的计划 千百合哼了一声 不过这次他确实努力过了 甚至瞒过了所有人 之后春雪顶着小灰死亡射线 接到了回来的黑雪姬 将之前的事情全部说了一遍 并说起了疾风推进器 他没想到教导春雪新一季的人 会是跳望者 但仔细想想 还很不下心去教导春雪 黑雪姬搂住春雪 说自己这段时间很想念他 在得知他翅膀消失后 一直都在担心春雪的状况 怕他会离开加速世界 现在春雪不断找回了翅膀 也成功守住了领土 黑雪姬如约 答应了他一个条件作为奖励 春雪眼神认真 他想和朋友们继续留在加速世界中 也想帮助黑雪姬完成他的梦想 于是春雪摆脱黑雪姬 永远留在他身边 春雪难得打一次直球 黑雪姬就是一愣 上火了脸 搓到了沙发内 春雪赶紧解释 不是那意思 不过黑雪姬却答应了 并且保证会永远留在春雪身边 第二天 打了春雪的男生和老师 纷纷对他道歉 于是摄像头的事情 被黑雪姬以学生会遗忘物品 为借口盖了过去 春雪的冤屈被洗刷 他又一次见到了真儿 失去了加速世界的这家伙 乖巧了不少 只记得和春雪玩过线上游戏 但游戏内容和名字 都想不起来了 春雪将这件事 告诉给黑雪姬等人 大家都没想到 一款游戏居然能删除大脑记忆 也难怪加速世界 能隐瞒至今不被发现 黑雪姬这才意识到 小慧失去记忆的原因 不过这些事情的原理 只有他们升到实际 找到开发者问个清楚了 之后 有人子和暴戒离开 黑雪姬等人决定 这件事先瞒着千百合 毕竟记忆被消除这种事 确实很难以心慌 黑雪姬告诉春雪 就算加速世界消失 他也不会忘记春雪 春雪点头 表示他也不会忘记雪姐 黑雪姬松了口气 这下 一系列的事情终于落幕 春雪却说 还有一件事没有解决 他带着黑雪姬 找到了眺望者 两人在现实世界中见了一面 黑雪姬下意识 一开了视线 眺望者有些失落 春雪将疾风推进起环了回去 见他转身离开 黑雪姬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冲了出去 一把抱住了眺望者 村里许久的好友 我终于再次见面 黑雪姬请求眺望者 再次回到暗黑星云 他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那么本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爆肝二号机大白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